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影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就是曾子从电视里爬出来 这画面在当时让许多人吓到不敢看电视 而七夜怪堂的背后故事 作者是根据曾子发生的事情改编而成 里面所出现的人物都能在日本找到原型 曾子的故事是发生在日本千夜县复礼寺 一座神庙旁的庭院住宅 电影出现的那口景也是剧主为了更有真实感 实际来这庭院拍摄的地方 故事是发生在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后导致日本陷入经济危机 虽然千夜不是被丢原子弹的地点 但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当时曾子一家四口住在庭院内 父亲是一名军官叫田中真一郎 但日本战败后不久便在家中切副自杀了 留下妻子田中真梅跟两个小孩 分别是10岁的儿子田中英明 跟5岁的田中真子 但一个人没办法独自抚养两个小孩 把儿子送给了别人 不过还是无法应付生活所需的开销 只能靠着邻居施舍 到后来许多人提议也把真子送人 但真子妈妈还是坚持不送 认为已经没有了丈夫跟儿子不能再失去女儿 就算死也要死在一起 在1946年某天晚上 邻居听到田中家传出一个女生的哭声 于是便过去查看 看到了真子妈妈趴在井口边 邻居走过去要把她扶起来 下意识地看井里一眼 发现真子躺在井里已经死在里面了 这件事发生没多久 真子的妈妈也割碗自杀了 这口井之后便常传出灵异事件 曾经有人在半夜经过时 看到从古井里出现一颗头 也因为发生太多起灵异事件 请了专业阴阳师来作法 仪式结束后 在井口上压了一块巨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